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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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公安部智库专家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公安学类专业教职委副主任委员 全国公安书法家协会主席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全国公安文联杂志主编 长颖艺术总顾问等 他先后出版专注35部 在国家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 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课题近20项 多部著作和论文或省部级以上奖励 被评为吉林省首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吉林省高校跨世纪优秀人才 吉林省政府有突出贡献专家 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 按贺电的话说 创立平安经旨在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的伟大号召 在维护世界和平 全球抗议 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人人渴望灵魂慰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报道称 在一个研讨会上他表示 本书旨在反映时代呼声 服务社会大局 回应公众期待 宣传中华文化 传播知识体系 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职业情怀 以思想的力量 助力武器的力量 助力创建平安盛世 吉林日报日前也发表了关于平安经公益朗诵活动研讨会的新闻通稿 并且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转载 京东上显示 该书24.5案字 定价299元一本 天猫上则是269元 书上所应的两家出版社中 人民出版社已经公开否认出版过此书 据记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中检索书名发现 这本书具有正规的ISBN书号 精装版价格为299元 由群众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检索页面显示 该书的主题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附录中称 该书内容囊括宇宙时空平安 世界大地平安 世界各界平安 人类文明平安 国家地区平安 中华大地平安 中华各界平安 中华文明平安 中国各地平安 人类众生平安等十个方面的知识体系 意在构建平安之最 平安大权的共同体平安 让公众在仪式感和敬畏感中形成平安意识 营造平安氛围 汇聚平安能量 有网友评论 看到这个目录有种全能神的既视感 7月28日 吉林省公安厅工作人员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平安京系贺电业余时间的个人行为因工作繁忙 暂不方便接受采访 就在第二天7月29日 吉林省委决定 成立由省政法委牵头 省纪委监委 省委宣传部等部门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对贺电所作平安京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看来组织上已经注意到它很久了 舆论一曝光 调查组就介入 但是这样的人如何能够一路升上去 这样的书又如何能够顺利出版 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只是贪污或者滥用职权这么简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